好, 今天要做柚子 大家好, 我是咪咪媽 今天我要來把柚子 做一個整理 因為我最近腰痠得很嚴重 不大適合吃柚子 那我覺得 柚子已經有一點在做做的 而且 我怕會壞掉 那我想要把它做成柚子醬 到時候 柚子醬可以來泡茶 或者是磨吐司都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囉 我現在先來把 那個皮去掉 再把肉挖出來 就要把肉挖出來 來泡茶 她有很多的肉 可以去掉 白糖 油 有這種紙啊就要把它去掉 我這個紙還比較小顆 我準備了兩顆檸檬 這個檸檬是 兒子的朋友給他的 那這個檸檬呢他比較沒有那麼的酸 所以我準備了兩顆 增加他的酸度 對齁我有擠檸檬的 忘記說我有擠檸檬的說 他好有汁喔 這樣我準備兩顆會不會太多啊 糖的部分呢我想要用那個冰糖來做 因為我今天是第一次做那個柚子醬 所以我想用最簡單的方法去做他 就是 柚子 檸檬汁 還有 冰糖 我剛剛忘記秤這個 柚子到底有多重 所以我現在連柚子連碗 一直秤 那我等一下把柚子呢 先倒在鍋中 然後再來秤這個碗的重量 這樣子我才知道說這個柚子有多重 那我才要加多少的冰糖 把柚子倒進去 剛剛是2067 現在不知道是多少 443 2067-443 等於 1624 1624除以 2等於 812 所以我們的冰糖的量是 812克 812克 我就直接把冰糖加在這個碗上中 加入冰糖囉 我本來還想說我這個柚子是不是要把它 切碎啊 好像這樣子敲一敲好像就碎了 希望今天能夠成功 我現在是盡量把柚子敲細一點 敲碎一點 湯汁越來越多囉 千萬別失敗啊 看來今天這個要有熬好久 這要熬蠻久的 水這麼多 整個滾了我把它轉小火 把它轉小火 讓它慢慢煮 我的鍋子會不會太小啊 因為它一直在很滾 然後我就必須在這邊一直 攪拌它 好累哦 水量好像有變少了 那它繼續熬包 現在又比剛剛收汁很多了 然後給開始慢慢會噴了 燙到好痛哦 我把檸檬汁加下來 我的柚子醬我就大概給它熬成這個樣子 我就想要關火了 好我要關火了 我要趁熱的把它裝平 所以要把這一個,來煮一顆 然後是給它 讓它確實在一起 我不想好了 我把肉河好 很香 我覺得妳是 這麼香 让它放凉 这个是我昨天做的柚子酱 这一罐呢是因为我只有剩下一点点的 所以我用这个瓶子装 那我是把柚子酱倒进去之后 然后没有盖盖子的 是盖子打开这样子让它自然的凉 这一罐呢我是有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 那这一罐呢是因为我趁热 然后我把它倒着这样子放 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比较有保存的效果 那它的盖子是铁的比较不怕热 我是用这两种方法来保存我的柚子酱 那我现在呢要来准备我的早餐 我准备了吐司 我想要来裹这个柚子酱 然后我准备再泡一杯柚子茶 那我呢 我呢 一定是可以 tops病 然后我拿我呢 你不肯定是在柚子里面 那你你不肯定是在柚子里面 没什么 你不肯定是不肯定我 不要太悲嬇了 那如果你不肯定是很消息 我首先想要到柚子 печ上 我先为你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